你就是赵洪文国吧 是 这位主着拐杖 穿着毛大衣的老太太是抗战时影响数一数二的人物 她正是大名鼎鼎的双腔老太婆赵洪文国 她是满族姑奶奶 在家地位不一般 并有着刚烈的性情 当日军侵占家乡 她依然带领子孙三代上山打游击 所以她又被称为游击之母 抗战时 赵老太太的影响力可谓达到巅峰 当时许多优秀的女性与她合影时都会让她居中间 但到了解放时 赵老太太却成为顽固分子 让自己沦落万劫不复之地